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剧未定 粉丝白日做梦现场太好笑 人均女主 按照原定的时间 王一博大概还有半个月就正式杀青了 《长空之王》 这个剧组的确给了粉丝们相当大的惊喜 将王一博舞得严严实实地 一根头发丝都不让看见 虽然足够保障了王一博的隐私 绝没有出现路透的现象 但也让粉丝们很长时间都不见他了 只有考古才能解一解相思 而现在粉丝们那是终于有盼头了 半个月很快的 对比起王一博相失在内娱的四个月 这半个月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罢了 那么 王一博新剧杀青之后 他的工作安排是什么呢 这是所有人都关注的焦点 对比过去 王一博的资源保密工作已经可以较为到位了 就像如果不是 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官宣演员名单 谁都没有消息知道王一博也在其中 故而 现在全网对于王一博下一部戏究竟是什么 都是未知的 但没有瓜主爆料 粉丝们就自己上了 在王一博下部的词条中 很多人都是因为该词条极具吸引力而点进来的 谁能想到 看到的不是意料之中的各种资源爆料 而是王一博粉丝们的大型白日做梦现场呢 在这些爆料中 基本上王一博的下部剧还是电影 男主角毫无意外的都是王一博 只不过这女主角可就太多了 广场上除了看热闹的好事网友之外 几乎每个粉丝人均女主 给自己和王一博安排得明明白白 什么五月底禁组男女主有不少亲密戏还是一部线礼剧 致敬劳动工作者女主有后台 自带编剧禁组 还别说编得有鼻子有眼的 如果不是在艾特女主的时候显示的是自己的IP账号名字 恐怕有些吃瓜的网友就信了这些爆料了 再不计也会把这些瓜列入带验证的行列之中 对于这些个爆料 粉丝们之间也是开启了互对模式 表示广场上所有网传的女主均为不实消息 自己才是真正的女主 还呼吁粉丝们期待一波 这波操作也是直接将吃瓜网友们的热情拉满 就想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王一博粉丝们干不出来 不过恰是因为王一博的资源过于亮眼了 很多别人家粉丝替自家郑主许愿想求来的资源 王一博都一一实现了 近两年来 王一博的资源一直是走得又红又专的路线 完全符合主旋律 在军人 警察 空军 维和官兵 地下工作者之中转悠 真正在往实力派一人那条路上前进 当他的长空之王杀青后 他下一个资源究竟是什么 确实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 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资源在前 如果后续资源跟不上 那也是不行的 不过 这件事情在王一博身上恐怕是不用担心了 毕竟粉丝们都是被王一博代飞 而王一博则是靠自己代飞自己 2019年的粉丝谁能想象 王一博已经在正剧圈有了五部剧了呢 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王一博有着充分的规划 我们静待他真正下一部戏的官宣吧 对于粉丝们自己带入王一博下部剧女主的做法 只能说行刑 天亮了 天亮了